週二早上 埃薩克曼等4名宇航員乘坐SpaceX龍飛船 被獵鷹9號火箭送上太空 週四早上6點52分 41歲的埃薩克曼率先出艙 並在10分鐘後返回 緊接著30歲的吉利斯出艙 另外兩位成員 50歲的美國空軍退休中校波蒂斯 和另一位SpaceX工程師38歲的梅農則留在艙內 在太空停留的5天中 他們依賴SpaceX製造的超薄太空服供養 龍飛船週二穿越了危險的範埃倫輻射帶 來到高達1400公里的太空 這是自1972年阿波羅登月計劃以來 人類涉足太空的最遠距離 在行動前 太空船將高度降低到195至737公里之間 然後完全減壓 在太空漫步期間 太空船的艙口保持開放 整個內部完全曝露於真空中 艾薩克曼從太空船的鼻部出艘後 俯瞰著下方閃閃發光的地球 本次太空漫步是艾薩克曼出資的 北極星黎明計劃的首次活動 也是馬斯克領導的最新且風險最高的 商業太空飛行挑戰 自2000年國際空間站建立以來 人類已進行了約270次太空漫步 但過去只有受過高度訓練的 政府宇航員執行過 北極星黎明計劃開啟了 商業太空漫步的新時代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張琴綜合報導 我們下載到